我们在控制系统是我们上的一个 那控制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用户与机器的一个桥梁 那随着这两年呢 就这五年来 节能的概念越来越引入 还有一个高端的塑料机械的一个需求 我们开始注力研发伺服节能 以及全电动系统 以及基于伺服节能之上的一个新的 颠覆以前的油压系统概念的一个新的系统提供 那我们在运动控制技术 以及伺服系统技术 以及马达技术这样部分 做了蛮多振入研究 也能够现在能够跟用户讲说 我们是一个方案提供商 而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卖产品的给用户的一个 我们希望跟我们的供应客户一起来去达到全新的方案 来去把机器做得更精密 更高效 更加符合整个社会潮流的发展 那尤其是我们像我们先前看到的一个铜动测试台 还有我们的全电动测试台 这都是一个新的技术运用 我们在过去两年中跟欧洲的一些厂商 包括重要的这类合作伙伴都做了密切的技术合作 也把很多先进技术能够做到本地化的一个使用跟服务 这是我们想说这些系统将是未来几年的重要的生长目标 这次不相信有带来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1900吨的一个双色机 那这台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结合了双色跟二板机的技术 那这个主要就是说当你双色的模具越来越大的时候 超过1500吨以上的时候 你如果再采用以前的锤子的转盘的话 事实上它有一些生产上的瓶颈 所以这种机器在1900吨的时候就把它改成用水平的一个转盘 它会有很多新的一个做法出来 那这个产品我们事实上开发大概有一年多 因为我们比较慎重 我们这个过程也经过跟模具商经过一些验证 然后我们也去申请专利 那现在才正式跟中国的市场来向客户做一个推广 已经有很多做器配业的客户开始关注这个产品 我们觉得这个在未来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基本上公司每年大概十几个专利的申请 那大概是这几十年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那到目前为止公司拥有的专利项目超过了百项以上 所以在这个吹评机的这个各行各业当中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各行各业当中需求的不同 然后依照行业的这个需求做出来的这个特有的行业的需求的 PET吹评机那在这个行业当中各个研发的这个领域都有这个专注册的专利 那包括现在我们现场所看到的这台吹评机 五公升四枪全电式的 这当中就注册的有三个新的专利 一个是在这个入配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在便捷锯 第三个是在开合模 那当然还有拉伸感这方面 那这些都是公司一直持续不断研发研究 那造就了今天我们这个不错的成绩 这个研发主轴就会是节能环保还有爱地球的这个思考理念 那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我们后面看到的这台的这个冰水机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叫做变频的这个技术 然后可以达到这个节约能源的一个方向 就是能够更省电 或者说要消耗更少的资源 然后能够达到它最佳机器表现了 那还有呢 我们这台机器使用的是这个R410的这个冷煤 那这个是属于环保冷煤 那R20的冷煤就是那个传统的冷煤 那它会破坏我们那个空气中的这个大气层的那个叫做臭氧层 所以我们在未来推出的这个新的冰水机 我们全部都会采用环保冷煤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冷煤上也跟应应这个时代还有国家的这个要求 然后做相对应的变更 我们在这个全系列的冰水机在生产方面也取得了这个叫国家的这个工业制冷产品许可证的这个生产许可 那等于说我们希望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呢 是更符合安全 然后更符合这个人性化的一个使用 那在这个机器操作上能够更加的安全 然后减少它的这个公安意外的发生 所以在我们研发的这个主轴方面或生产产品的主轴方面 我们是现在是在往这个方面在思考 然后在在改进当中 是